诚意 吓死我了 我已经到了 你怎么把午夜到这个地方来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这是在哪 我在 第一个路灯 二 田田 我的以后 你怎么把自己 弄得这么狼狈啊 我的头也好疼 我以后 什么事都长不起来了 小傻瓜 你想太多了 哪还有什么以后呢 是你 公兄杀我 我那么爱 你的爱对我不重要 你的武艺遗产 对我很重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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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 严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要把你伪君子的嘴里 够服于世 天真儿 你 你 摸摸特哥干嘛呢 赶紧去 咬后真田的葬礼 我的 丧礼 什么你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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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斤礼 是三斤礼 后真田的葬礼 此刻正在处断第一个葬礼 来 自动热度啊 我天真儿的神 重生了 欢迎大家来到 第28期金龙奖颁奖现场 有请金龙奖女帝 言诚意 为以后颁奖 第28期金龙奖的获得者是 真田 有请真田小姐 真田女士 作为最年轻的三斤影后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言诚意先生 你和这些女士 一个是影后 一个是影帝 今天又是你结婚的日子 请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边 wifi oportun 乖 小姐 哥 年轻的气 谢谢你完成 二嫂 你安心地去吧 你的遗产 我会帮你搭理好的 没事吧小姐 这小眉心看起来不太正常 你说什么 我我什么都没说啊 田小姐 这处理十八星的小明星 田真了 没毛病吧 看起来是不紧张 他们明明没有张嘴 我才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难道是 我用田真儿的身体重生后 获得了毒仙术 是上天回应了我的心愿 给了我机会吗 天成衣 我一定 要把你伪裙子的嘴里 共浊于世 不安的事 不安 可好的浪灯 看他怎样 被泪水淹没 被新火烧了 看他最后一念 怎样 天成衣 能把灶泥开成自己的发布会 真令人佩服 天真吗 他怎么来了 真田死前有物意遗产 现在他死了 你打算怎么处理 他 他怎么知道的 田小姐 今天是天天的造力 我只想陪他 安安静静地走最后一程 究竟是让他安安静静地走完这一程 还是你不敢直面我的问题 这怎么不是 怎么这样啊 田天生前 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虽然他走了 但是我会代替他 用他的遗产 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眼影帝确定 不会把他占为己有 真田刚去世 成衣这会儿还正难过着呢 真儿 你现在说这话 恐怕不合适吧 田真儿当你给严成衣难看 我把他甩了你 田真儿跟严成衣有一腿 这就是我重生在田真儿世上的命令 你跟严成衣的事情 还不能曝光 你赶紧下来 田真儿 死人的热度捏蹭 脸都不要了 我是真田生前最好的闺蜜 她的葬礼 我当然要参加 我是真田的经纪人米兰 我们相处了七年时间 每一天我都是跟她待在一起的 我怎么不知道 她还有你这么个闺蜜 米兰姐 这那十二月份没有荡期了 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这部戏的人设太傻白天 我们田田一直接的是大女主的人设 这个角色不适合她 不好意思 米兰姐 谢谢有你在我身边 我除了演戏 你什么都不会 你就是为了演戏而生的 你就好好把你的戏演好 剩下的所有事呢 我来帮你打理 嗯 还有那个严成衣 我还是觉得她不是个好人 好 我自由分寸 你一定要想起 田真儿小姐 我知道你喜欢到处蹭热度 但你因此要打扰田田安息 我第一个不答应 米兰姐 我好想你 我后悔 真儿小姐 请自住 米兰姐 这天是被严成衣害死她 我是来帮她讨回公道的 你愿意跟我统一战相吗 我该信她 米兰姐 你相信我 我会替真田讨回公道的 严成衣这个凤凰男兄怕了 真田的武艺遗产 够她去杀心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就是要撕下严成衣的见面去 好 我不拦你 严成衣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 真田的武艺遗产 你打算怎么 你这样子搞什么鬼 真田死了 我不就可以娶你了吗 田田的遗产 我当然会好好处理 我会成立基金会 造福更多的人 田影帝不用打太急 成立基金会 把钱转到基金会了 然后再转回自己户头 你根本没权力处置 真田的遗产 田小姐 田田是一个孤儿 她的直系亲属 只有我这个丈夫 我为什么没有权力处置 我这里有真田死前的遗产 遗嘱上规定 真田死 五亿遗产 全部捐给你慈善机庚 五亿遗产 一分都不去 全部捐出去 真田是能少给遗产 一定是假的 敏兰姐 你是真田生前的经纪人 你应该对他最出息 你来经历一下 这就是真田的笔迹 这个就是真田立的遗嘱 不过这墨迹 好像是刚醒出来 田承宇 我绝对不会让你 获得我的遗产 米兰小姐 你和田真儿小姐一唱一和 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什么意思 我是田天最亲近的人 她的遗嘱 为什么不给我而给你 况且 她的笔迹我也认识 我怎么感觉 一点都不像啊 你觉得像不像不重要 我请来警方的笔迹 鉴定专家来鉴定一下 你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难道这份遗嘱是真的 当你知道自己竹篮打死 一场空 会不会疯掉 看田真儿这么有底气 难道遗嘱真是真田亲笔所写 严成一口口声声说话 真田有多香啊 却连真田写的遗嘱都不知道 就是 今天有什么新闻吗 真田以后正在举行葬 太太跑过去 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那个疯女 竟跑到真田的葬地上发疯 那我去杯车 咱们去接太太 我有这么闲吗 好的 那我为您安排商业过的 等一下 飞车 去的 是 笔迹鉴定专家 十五分钟之后就回答 很抱歉各位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十五分钟之后葬礼兴许 这 我 你今天大闹葬礼 是不是因为在生我的气啊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真田 他只是我名义上的妻子 所以这个葬礼我必须负责 从没喜欢过 袁承鄞 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真儿我知道 我追了你一年多了 这么长的时间 我没给你一个名分 是我的错 但是我 但是你看为了我闹离婚 我非常感动 闹离婚 田真儿有老公 吃三当三 还真是可以 你离婚分的一半家产 怎么也得有几百亿 一半家产能有几百亿 田真儿的老公这么有来头 到时候我再跟你离婚 怕你的钱洗到我的名下 这是狗改不了 吃屎 这娘们今天怎么了 我是对我轻易摆出你的 言诚意 我让你人才两空 这 没错 我确实是生气了 你说 你为了钱 都能把真田杀了 那你 会不会为了钱 也能 把我杀了 这娘们怎么知道是我杀的 你只要开口承认 五分钟后 这段录音 就会让全国人民听到 真儿 你说什么呢 我连蚂蚁都不敢猜 怎么可能 杀人呢 不乖 那 你现在爱我 那你就不应该对我有所隐瞒 你都知道我隐婚的秘密了 那你也应该把你的秘密告诉我呀 这样我才能够放心 对吗 真儿 你相信我 真田的死确实是意外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摸我的心跳 怎么了 就什么 没什么 就是防录音的装置而已 没什么 没想到他这么小心 偷偷录音这条路是走不通吗 严承议你 你跟我在一块 还处处小心 用防录音的装置啊 真儿 你听我解释 我是影帝 时时刻刻被人注意着 所以我不得不用这些装置 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并不是因为你这样 真儿 你好好跟我说一说 今天到底怎么了 我确实是真田的好闺蜜 那份遗嘱也确实是真田鲜 我劝你啊 立刻执行 要不然呢 等会儿监听笔记的人来了 你的脸 只会打得更冷 真儿 没问题 我答应你 只要你开心的话 我什么事都会答应你的 真的 这个死亡是太老子白上了真田鲜 损失了几个月 以后一定要连我们带里逃回来 七生 真儿 真儿 各位 遗嘱我仔细看看吧 确实是挺大 我宣布 我会把真田照护里的武艺财产 会通过公开取道 在三天之内 把这些钱就给宗师子喂 天天在世的时候 做了许多好的事情 在他离开之后 他依然问他了这个世界 他就是个天使 天天 你安息吧 你确定真田能安息 你确定真田能安息 童 Chrome 和声 你确定真は 我祝死 爹 你确定真是 你肯定真是 出生就怎么做 在乱这影帝以后 加起来影响力 也没有沐浴风大 莫总裁 你怎么来了 颜影帝 人在做天在看 你觉得呢 莫总裁 我不知道您这话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真田的死 不一定是自杀 而是谋杀 颜影帝 你赞同莫总 莫总 话可不能乱说 小心我告你造谣诽谤 你尽管去告我 牧师集团每年 花费上千万美金 养着的百人律师团队 正愁没事做 莫总裁 你也觉得真田 是被严惩害死的 你喊我什么 牧总 大家不是都这么称呼你吗 天真儿 你天天在家跟我大吵大闹 闹得鸡犬不赢 现在又在真田的葬礼上 装风卖身 虽然我们是隐婚 但是牧师的礼物 也不能被你这么丢 你离婚分的一半家产 怎么也得有几百亿 一半家产能有几百亿 田真儿的老公这么有来头 田真儿的老公 竟然是沐浴风 葬礼结束 赶紧回家 从你那个小公寓搬回去 爷爷过几天就回来了 还有 你别以为我是在求你 要不是为了爷爷 我会多看你更运 我宣布 真田的遗体告别仪式 正式开始 这儿 这儿 过来 正儿 沐浴风这次来 是不是让你回家住 我告诉你 你可别听她的 沐浴风说 跟田真儿是隐婚 李如儿是知道这件事的 还有 我上次让你吃安眠 要自杀的事情 怎么样了 沐浴风 有没有同意跟你离婚啊 如果说这招不行的话 你下一次 你就割腕自剑 这招肯定能行 你让我吃点棉药 当然了 不是我还能吃谁啊 这不是我们商量好的吗 这蠢困难得忘了 荣儿 你还真是我的好闺蜜啊 所以 田真儿是被李如儿害死的 咱俩情童姐妹 你跟我说什么呢 要是这招不行 你就割腕自剑 准刑 等你死了 我就有机会追求沐浴风了 我突然 不想离婚了 为什么呀 是不是 沐浴风威胁你了 是 这 不是 是 谁的声音 是 谁的声音 害死田真儿的另有其人 田真儿是被鬼附身了 看起来这么不正常 不是他 真儿怎么奇奇怪怪的 还在生我亲 也不是他 这个十八线小龙青小龙小龙 也不是他 刚才宣布要捐款的时候 远征一带脸的律 也不是他 到底是谁 杀死田真儿的凶手 到底是哪个 不与风 都是他 自始至终 我都没有听到过沐浴风的心里话 确实 沐浴风的心里话 我一句也没有听到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 田田遗体的告别一事 谢谢 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你公寓的东西收拾好 搬来笔书 别让我帮你 要我回去 在别墅里把我除掉 我现在报捡也不行 无凭无据的 田真儿小姐 方不方便 在附近坐一坐 我们聊一聊 好的 明兰姐 牟总 太太好像又和 针天以后的经纪人 去咖啡厅聊事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我有这么闲吗 好的 那我就备吃回家 来 等会 口刚好有点渴了 去一趟 好 我就只说了 我跟田田在一起七年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你这个闺蜜 还有田田的遗书 你是从哪弄来的 还有 你为什么那么笃定 田田是被严惩意害死的 明兰姐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魂 你相信 一个人的灵魂 能在别人的身体里 您嘴上说着 不在乎太太 但是又要 于尊将尾的亲自盯着她 要不是爷爷过几天 非要来看孙媳妇 我去找这个女的 还有 陆明泽 你要是太闲的话 非洲分公司 总裁的位置还空着 你去试试看 你都听到了什么 袁承意 让振田在青云路的 第十四个路口等他 然后找了辆卡车 撞死他 他最后一句话说了什么 袁承意 如果上天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 伪君子的嘴里 公主一事 田田 严承意 我一定要让严承意 付出代价 振田的死亡时间 是昨天晚上七点半 从事发到现在 已经过了十六个小时 各种调查我都做了 还把这事做得太好了 我查不到一点线索 转四天天的卡车 是套拍的 监控也没有拍到 司机的脸 严承意的通话记录 也没有任何异常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从严承意的 口供里面套线索 明兰姐 我们一起联绳 揭开严承意的真面目吧 你有什么计划 我能把真田的字 离摸得一摸一 不如 我以真田的名义 写一本假日记 把盐承意的所作所为 都写在这本日记里 然后把它公布于众 让全民 都关注到真田死的事 这是个神经病吧 不好意思 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如果你要继续跟我说 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我们没有必要再聊了 明兰姐 我只是希望真田 能以另外一种形式 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会有 田田的遗嘱 我拿到的时候 那上面的字迹 还没干头 是你做的 嗯 是我临摹的 真田影后的笔迹 你处心积虑模仿 田田的字迹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明兰姐 我真的没有恶意 但至于原因 很抱歉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说了我是真田 你也不信啊 好吧 我不追问了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 杀死田田的 就是严承意 真田死之前 跟严承意的对话 我路过时听到了 他们说了什么 孟总 太太好像和米兰吵起来了 要不要去组成 两个女人吵架 我还要过去来 会有这么闲 不行 这件事情如果闹大 警方可能会深入调查 到时候通过特殊手段 肯定能查出来 这本日记的 真实写作时间 到时候我们就 称栽赃陷害的了 严承意就更加 逍遥法外 就像你说的 那我们现在 只能从她的口供入手 我们得创造各种机会 让她亲自说出来 可是 除了演戏 我什么也不会 我明白了 我来帮你创造机会 嗯 合作愉快 喝咖啡 什么 咖啡有毒 郑儿 你怎么了 咖啡有毒 让他们给我醒来 你这个女人 又想说什么话呀 温风 郑儿说她中毒了 马上去拿催吐的东西 封锁现场 是 喝的毒咖啡量不大 牧总及时采取了催吐措施 夫人现在没什么大碍 好生休养就行 谢谢医生 我已经打了一百万诊心 到你的塔里 阿泽 从医生回去 好 请 牧总 当时在咖啡厅的客人 都筛查过了 监控也检查了 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那毒是怎么凭空冒出来的 毒药不是下在咖啡里的 是涂在杯子上的 可能是几天前 就已经吐好了 那怎么能确保 准确地赌到田真儿 警方说 这可能是 蓄意报复社会 进行的无差别攻击 绝对不可能是 报复社会的人 进行的无差别攻击 为什么 因为 第六感 我第六感一向很准 真儿 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如果连我牧家的医生 都治不好 这全世界没有医生能治好 米莱小姐 你担心着飞要跟过来 现在没事了 你可以走了 好 米莱姐 你别走 从葬礼到咖啡厅 我已经听到两次有人要害我的心声了 两次假假目一封都在这 一定不是什么巧合 真儿小姐 我刚刚才知道 你和牧总才是隐婚关系 我继续待在这儿不是很合适 阿泽 把这个宝密鞋一签了 保证 你对我隐婚的事情 手口如瓶 我一心只在意真田的事情 对你们个人八卦绯闻 我没有任何兴趣 米莱姐 你把我带走吧 我继续留在这家鼻墅里 我会有生命危险的 就算我要死 我也要等 给今天报完仇再死 死 生命危险 天真儿 自从你嫁到牧家以后 天天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刚才让阿泽 去你的公寓里拿东西 阿泽从你公寓里面 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安眠药 你如果把安眠药当糖吃的话 的确会有生命危险 他就直接把安眠药的事情 说出来了 除了安眠药之外 是不是还有别的 现在安眠药很安全 只是安眠药不会死的 你调查的的确很透彻 的确 阿泽说了 这个安眠药里面 被人放了另外毒 天真儿 你吃了毒药 为什么 原本的田真儿 已经被毒药毒死了 所以我才重生到他身上 不过牧玉峰看起来 一脸坦荡的样子 羞手难道不是他 真儿小姐 刚才你在咖啡厅中毒 确实是牧总裁 对你及时进行了催吐 才把你救过来的 我觉得 现在你待在牧家 他应该是最安全的 我没有任何关于 田真儿的记忆 他的人际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的呀 可能是安眠药吃多了吧 好多事我都记不起来了 牧玉峰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你如果回答了 我就留在牧家 你是在跟我讨价还价吗 不是 我只是想弄清楚一些事 我如果不安心的话 过两天爷爷来了 我怎么应付这家老人家 你还拿爷爷压我 你救了爷爷一命 你想他这件事压我一辈子 让我欠你一辈子人情吗 不对 什么不对 你长得比颜承玉帅多了 又有钱有势 我为什么要因为他 跟你闹离婚呢 对呀 田真儿 我还想问问你呢 我们牧家给了你 孙媳妇的身份 你还不知足 还要闹得天天鸡飞狗跳 天天要和我离婚 你到底图什么呀 我们有结婚照吗 你确实是我丈夫 我们俩之间 根本就没有感情 在爷爷奶奶面前 拜了堂就算结婚 结婚照 我为什么要跟一个 不喜欢的人拍结婚照呢 那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了 女人都是渴望被爱的 田诚意的甜言蜜语 没有几个女人能抵挡 特别是不被爱的田真儿 我上次让你吃安眠 要自杀的事情 怎么样了 沐浴峰 有没有同意跟你理会啊 如果说这招不行的话 你下一次 你就歌腕自剑 这招肯定能行 身为田真儿的闺蜜 李柔儿像不也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好 田真儿 你现在有什么花招 想问什么问题 全使出来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让我彻底闭嘴 彻底不在闹 米兰姐 带我走吧 问 我们是隐婚队吗 是 那 你一个牧师大总裁 为什么要娶一个 十八线小明星呢 你是又一次提醒我 你对我家有恩声 不是 我是真的很想弄清楚真相 你在河边救了我爷爷 我爷爷给我施加压力 让我娶你 我拗不过 就和你在家人面前拜了堂 那你喜欢我吗 你觉得呢 你觉得你有什么值得我喜欢的地方 那我为什么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要跟你离婚呢 天真儿 你是故意挑衅我吗 你和严诚意天天勾勾搭搭 说和我结婚不幸福 非要和我离婚去找的 我为了爷爷 不同意和你离婚 你就天天和我闹 天天和我闹 你觉得自己很占礼吗 如果不是因为爷爷 我不会跟你说这么多话 如果不是因为爷爷 你我根本就是路人 你有没有想过 我跟你离婚 是为了你的亿万家产 天真儿 我们结婚前可是签了协议的 如果爷爷同意离婚的话 你一分钱都不会带走 我也不会用我自己的 影视资源去帮助你 这一切都要靠你自己 刚才说的都是你自己 主动提出来的 怎么 你现在后悔了 我告诉你 我们沐家的法务团队 不是吃素的 等一下 你让我想想 沐雨分合 和田真儿签过协议 离婚了 净身出户 看来颜承一 不知道这件事 如果她知道 她就不会勾搭田真儿 窜到田真儿离婚了 看她的样子 不会说假话吧 如果她要杀了我 在咖啡厅 也没必要救我呀 米兰姐 我没什么问题了 那我就 先留在沐家吧 明兰姐 那件事 要是有什么线索 我第一时间联系你 那沐总裁 田真儿小姐 我就先告辞了 阿总 你不是田真儿 你是谁 你不是田真儿 你是谁 难道她知道 我身体里面是 真甜的灵魂 田真儿平常说话 不会这么一板一眼的 她虽然和我闹 但都是借题发挥发脾气 你今天虽然很神经 但是思维逻辑很缘密 和她不一样 说 你到底是谁 我如果说 我是真甜 你信吗 你别 我本来以为 是什么商业对手 找了一个 和田真儿一模一样的人 来榨取我的商业机密 但看来还是我多虑了 你还是那个 没头脑的田真儿 你说谁没脑子 你如果有脑子的话 就不会变这样 连三岁小孩 都不信的理由 我就说不信 而且 你还是那么喜欢蹭 真甜去世 你还要蹭她 你这种行为 非常令人作好 微风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要谢谢你 谢我 谢我什么 我不管你信不信啊 我 和真甜 我们两个关系 确实很好 我替她谢谢你 谢谢你 在葬礼上的仗义之言 也谢谢你 送她最后一程 你不用诈我的话 我告诉你 我和真甜之间 没有任何的男女之情 她是我的恩人 恩人 据我的了解 你们两个没有任何交集 怎么能叫恩人呢 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光里 我怎么会生出 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儿子 为个女的 茶不思饭不想 你要真想饿死自己 我就当没你这儿子 没你这儿子 你去死 去死 是真甜在电视上活泼开朗的形象 感染了 让我走出了嘀咕 所以 我很感激她 没了 还能有这个原因啊 那你跟我讲讲 是哪部戏啊 等你 等你 那都六年前的老戏了 而且真甜当时那会儿 就是个女五号 你觉得我会在乎什么咖位 什么地位吗 嗯 这个你说得对 所以 我和真甜没有任何男女的龌龊之情 是纯粹的欣赏 吴总 只有我对喜欢的人 才需要解释 你其实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的 确实 我跟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哎 沐亦峰 我还有一件事问你 在葬礼上你那么呛言诚意 那么笃定 就是他害的真甜 到底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 那你还那么 作为伤人的直觉罢了 真甜结婚的第一天就去世了 最大的受益者是什么 是她的丈夫 严诚意 这一点很难不被人怀疑 我跟你有什么好解释 哎 你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在爷爷来之前 你最好给我安分手紧一点 做好你穆太太的本分 这样 我们至少还能维持下去 还有 我给你那么优渥的生活 也不找别的女人 你有什么可寻死命 哎 哎 哎呀 干什么呀 你别偷衣服呀 干什么 这是我的房间 我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洗澡 你又给我招失忆 还看 想一起啊 嗯 我去客厅 啊 客厅 哦 对 那 哎呀 干什么呀 你别脱衣服呀 这一人 好像变得稍微没那么好一样 天真儿 你今天是不是去真田的道理了 是啊 你是不是还在道理现场 知问颜承义怎么处理真田的遗产 是 你脑皱病了 真田遗产怎么分过你屁事 我让你去蹭颜承义的热度 你为什么要问颜承义那种问题 现在颜承义正在进行直播采访 你赶紧道歉 天天 虽然你走了 但你说的话我会永远都记得 我会代替你 好好地活下去 颜承义 你对于今天 田真儿在你未婚妻葬礼上闹事 你有什么看法 田真儿小姐 今天确实做了很多不太恰当的行为 但是我并不怪她 她这是因为真田的离世 而感到难过罢了 李荣二小姐 作为田真儿的闺蜜 你有什么看法 真儿 真儿是个很善良的人 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说啊 她可能会不分场合地 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但是吧 她的本性还是善良的 没有恶意 嗯 是这样 杀呢 绿茶 还真是佩依脸 田真儿 你一个十八件的女艺人 天天蹭着 还要不要死 这田真儿滚出娱乐圈 田真儿 不要过海我家诚意哥哥了 你去找个有钱的老头家了不信吗 要是让他们知道 田真儿家的老头 是比严成义更有钱 更有严的沐浴风 这帮人得气死 有钱的老头 田真儿 你脑子有病吧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田真儿你个十八千小乌咖 敢说我们眼影帝是魔鬼 我看你才是魔鬼 我们人肉出田真儿的住址 把他夹杂了 喂 田真儿你发什么点 为什么说言成义是魔鬼啊 赶紧给我杀了 我不杀 那你就等着在娱乐圈被封杀吧 好啊 你们有什么本事就冲我来吧 你 你让一下 你大晚上的要去干什么 去首思渣男 首思渣男 我看你是要去找严成义吧 慕总裁 你知不知道 人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什么 少管闲事 哦对了 我觉得你有很强的 被律妄想症 没事总抢着给自己戴绿帽子 诶 练得不错 这个女人果然没有变 还是那么压尖嘴力 您好 去趟电视台 不去捐款来这录节目是吧 里面正在进行节目录制 你不能进去 哎呦 袁真儿 尤其是你这种十八线 又还蹭热度的小明星 更不能进去 尤其是你这种十八线 又还蹭热度的小明星 更不能进去 天真儿的名声还真是烂透了 对不起啊 我对你没有任何成见 但是我必须进去一下 麻烦你让人 你对我没成见 我对你成见可大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又来干什么 又是来凑我们家 成衣哥哥的热度的吧 成衣哥哥 教得这么亲切 看来你们关系挺不一般的是吧 关系是挺不一般的 跟你这种露到地心的胡咖 有关系吗 赶紧给我滚 别在这浪费我的时间 我的时间可金贵得很 保安 保安 把他给我赶出去 别喊了 你说 要是我把你的绯闻说出去 你的时间 就不宝贵了吧 我的绯闻 难不成 知道我在体育学院 包了一个大三的学生 方盈小姐 你说 要是你电视台的同事们 知道你在体育学院 包了一个大三的男学生 他们应该 都挺羡慕你的 你怎么知道 别瞧 瞧我们这种十八线 暗层热度的小明星 耳末很多的 这样 让我进去 这件事 我就当不知道 这儿 我一直唯恐天下不乱 是因为我害怕 真田的死 就此被掩盖下去 这女人真恶心 一直在藏死人的热度 脸 真田意外死亡 是警察公布的结果 她还一直在造谣 我已经给王警报警了 这女人不是想要大新闻吗 那就让她得偿所愿 原诚意 你口口声说说爱真田 可真田的遗愿 就是把所有遗产 捐给慈善机构 你在葬礼上也答应我 可是 为什么你现在在做节目 而不是在捐款 是因为党期太忙 没有时间 陈儿果然还是在受我的气 但她和沐浴峰离婚 我就能有几百亿 还是赚了 只是这小娘们 一直还没让我碰 别出什么意外才好 幸亏我这个身体 没有和她发生什么 不然我真想 这样 明天我就会去慈善机构 我会把真田的五亿遗产 全部捐出去 择日不如撞日 那就现在吧 田真儿刚才发了条微博 迅速引爆了余情案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真儿这次做的 确实有点难堪了 我作为她的好友 都看不下去了 阎影殿 我代替她 向您道歉 对不起啊 我也需要说声对不起 这几天的新闻 我都无暇鼓起 因为我还沉浸在 丧气的巨大痛苦当中 同时我也不希望 有任何人 在那田田的葬礼来找错 阎影殿地真是男人中的楷模 希望真田引火安息 希望某些乱蹭热度的十八线女星去死 老泽 快快点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希望有关于田田葬礼的视频 话题文字 都不要在网上进行传播 同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任何人拿它进行炒作 差不多得了 休息下来吧 原诚意 一直在蹭真田热度的 不是你们 择日不如撞日 要不就现在捐了 阎影帝 我已经把红十字会的王主写起了 莫总 我 什么 阎影帝高风亮节啊 他要把真田的所有遗产全捐了 一分钱都不留啊 阎影帝 那 作为真田的好闺蜜 我也替真田的在天之灵 感谢阎影帝了 放手 你们还愣着干嘛 真田基金会成立 赶紧来拍啊 快快快来 来王主军 来来来 我代表本基金会 感谢阎影帝 真田 你的恩情 我报了 真田 你的恩情 我划了 就因为看了我演的电视剧 他就帮我做到这个地步 这个人 看起来不坏 对了 还有一个情况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人是我的员工 他刚才在微博上发的那条动态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是我受益发的 听说 各位有意见 快快快 不敢 田真儿这个蠢货 不是说离婚吗 总看起来和沐云峰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谢谢你啊 其实你没必要提我糖这趟浑水的 嗯 田真儿 你别自作多情 你觉得 真的是在维护你吗 嗯 我的女人 我自己怎么着都可以 但是别人说三道四 就是不行 那是在打我的脸 懂吗 我的女人 我怎么动都可以 但是别人说三道四 就是不行 那是在打我的脸 懂吗 懂 沐总才在脸总被打 应该早就肿了吧 嗯 嗯 OK 开车差不多了 那我们 散了吧 阿九 走 四阿九 还不走 还在留恋那个男人 怎么可能 那就跟我回家 大半夜我都已经睡了 看到你闯到电视台又害我跟了过来 我上辈子欠你了 啊 啊 抱 我抱 等一下 沐一峰 我跟你说句谢谢 从葬礼到咖啡厅 到刚才的演播厅 你已经帮了我三次了 有什么话上车在说 你听我说完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就算养条狗 狗给我惹祸了 我都会给他擦屁股 你知道你其实你有时候 不用说话这么毒蛇 我对你没有任何多余的想法 那是因为我给你好脸色的时候 你只会往上跑 以后不会 你放心 等我办完我想办的事 我就去跟你爷爷说 让他老人家同意你 我离开 嗯 说到底 你就是想离婚 这次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以前你就当我脑子不清楚 被严承义的欢迎巧语骗了 以后 我就算嫁鸡 嫁狗 嫁猪 都不会嫁给严承义了 另外 我以前有点太作了 跟你郑重道个歉 前证 我用了你的身体 你留下的摊子 我帮你解决了吧 跟你商量个事呗 我想回我公寓一趟 我现在 对田专的事了解的还不多 去他社会住的地方 看看有什么线索吧 不是说回家住吗 过几天爷爷都过来了 你放心 我就是回去收拾点东西 弄清楚一些事 嗯 阿泽 去公寓 好 我先去了 我只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半个小时之后 你如果还不下来 我上去帮你 OK 沐总 怎么了 这个女人 好像也没这么讨厌 沐总 您的厌女症 好了 我从来不厌女 我只厌纯 她之前太纯 现在 脑子稍微灵光一点 我先看看吧 这里就是田真儿和沐一峰 闹离婚时候居住的地方 在这儿 应该能了解她更多吧 啥也没有啊 我现在 用的田真儿的身体 找田真儿的命 以后 我叫真田 还是田真儿 我田 田真儿的品位 真不行 密码箱 这里名个有 密码 一般都是自己的生日吧 田真儿的生日 不对 哦 严承义 之前为了那个狗男人 跟老公闹离婚 这也不对 不会吧 喂 你生日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 至于吗 我自己不会查啊 大总傲娇起来 是真够要命的 沐一峰 跟我一天生日 不是 他不是不爱沐一峰吗 为什么拿他的生日当命吗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看也像是沐一峰的小明媚啊 2022年5月 我救了沐一峰的爷爷 爷爷让我一定要当沐家的孙媳妇 我很开心 沐一峰可是我男神啊 田真儿一定要把握住幸福 天真儿一定要把握住幸福 爷虽然对我很好 但是他 看起来 我再忘了 嫁给他到底是对事 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我听说只要给心爱的人做饭就能感动他 可是我为他做的菜 他却吩咐管家道路拉着他 如此践踏我的真心 这种人情还要坚持下去 2022年11月 今天在剧组 我一个人躲在脚都里大哭了一掌 盐影帝过来安慰了我 还给我买了脚链 要是他也像盐影帝这样体贴该多好 2023年2月 今天我又和他大吵了一架 你说话呀 一怒中下我再次提出了离婚 在剧组 严诚意过来找到我 将我抱下怀 并且告诉我他喜欢我 只要我愿意找母女风铃 我和他在一起 他就会给我世界上最好 2023年4月 严重意外朝 你不是一样 小胖 但是被我罪 我只想把我第一次 给你最爱的 可惜永远都等不到了 我是个孤儿 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爱的滋味 所以我很可能 如果不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有什么意思呢 荣儿说让我痴爱你也有自杀 这样就能逼 沐浴风后的 那就试试吧 看看他到底在不在乎 好傻的姑娘 原来他自始至终 挨的都是沐浴风 所以才来勾搭他 为的就是他 离婚后的百姨才着 所以他的各种作 也是为了试探沐浴风 到底爱不爱他 一切罪魁祸首都是那个燕崇衣 害了我 也害了天真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这儿 出去 我听说你在咖啡厅被人下毒了 于是特意过来找你 你就是这么对待我的 你怎么知道我被人下毒了 偷渡的人是不是严承衣 应该不会 他现在眼巴巴的要拿到 田这儿离婚分甘的财产 我还没理呢 他应该不知道 这种婚前协议的事情 我一直在关心你 我听说你中毒之后 来了这家公寓 我就特意过来了 你没事吧 多谢盈帝关心 星儿 你忘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吗 松手 严承衣 你这么做 对得起你死去的妻子真甜吗 我从来没有爱过真甜 你没有爱过他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他 我跟你解释过了 等到合适的时候 我就会和真甜分手的 所以你所谓合适的时机 就是找个机会 精心参加一场冲火 害死真甜 我跟你解释过了 等到合适的时候 我就会和真甜分手的 所以你合适的时候 就是精心参加一场冲火 然后把他杀了 他怎么知道真相 这个熊竟然有个监控功能 你如果知道了 那我不能理你了 口气跳响了 很好 我就是要让你 心腹起早露出破绽 神甜那么爱你 你却处心积虑的 想要杀死他 你还是不是 这里人在这儿 我那时做了天佑风 他如果有了证据 早就去报警了 应该是母蜂 给他灌了迷魂汤 对 珍儿 珍儿 你瞎说什么呢 我走路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 怎么可能去杀人呢 他自己微信还珍重 还真是时时刻刻都在意 振田的事情纯属意外 珍儿 你相信我 这一辈子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在一起 真的吗 真的 可是我并不爱你 可是我不爱你 珍儿 你曾经亲口答应过我的 你要和你男朋友离婚 然后跟我在一起 难道你我 一直以来都是你误会了 我和沐一峰闹离婚 只是我们小两口自己在闹别人 跟你们有一点关系 阎影帝 你就别自作都请了 你说什么 你算什么东西 我有沐一峰那么好的老婆 干嘛要喜欢你这种人 所以你一直都在玩我 是吗 玩你 不是你一直在玩我们吗 天真儿 站住 你和沐一唱一和尚 老子把所有遗产都卷了 你们两个 也绝对别想好过 很好 彻底不演了是吧 老子今天就强行要了 让沐一峰知道 你是残花败流的 还会要你吗 劝你一句 别惹我 姐可是练过的 劝你一句 别惹我 姐可是练过的 你是 真田 你是 真田 他怎么觉得我是真田 看了是吓傻 我来吓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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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田 老天不收我 我从地狱里来 所以你用 不不 双害死我 你哪怕有个一丝一鸟的不安吗 不不不 不 不 双眼 死了就是死了 怎么可能自活呢 别被这个鱼肉捕住了 真儿 我刚跟你开玩笑呢 没想到你还逼我 跟他开玩笑 好了 他心理防线太重了 也是 杀人这种事 哪能那么容易说出来 必须想更好一切 我 可是我没跟你开玩笑 颜承鄞 我再跟你说一次 你算什么东西啊 我有沐浴风那么好的老 怎么会可能跟你这种垃圾在一起 天真儿 我一定会让你生命扫地的 你给我 是 等一下 我就怕名声扫地的不是我 哎 这个熊里面有个录像机 你刚刚骚扰我的一切全都被拍下来了 你说 这段视频要是发到网上 明天会引起什么样的娱乐影响呢 你 哦对 你这次出来这么匆忙 应该没带你那个防录音的干扰器吧 到不了一起死 又来了 我跟你保证 来 一定死得比我更近 真是可笑 什么阿嬷阿狗 都敢动沐浴风的人 严承意 你算什么东西 敢动我的 严承意 你算什么东西啊 敢动我的 沐浴风 天真儿只是最近被你灌了迷魂汤 之前他跟我说情话的时候 说到这儿我还挺佩服你的 头顶这么绿油油的 还这么微不弹 严承意 我还没有蠢到 从别人口中了解自己的老公 还不快滚 我有沐浴风这样的老公 还会喜欢你这种垃圾 不错 现在品味有进步 你听我说 我刚刚只是为了让他早点滚 没有再夸你的意思 千万别自自多气 怪不得你是十八线演员 演技太长 明明心里喜欢的要死 还非要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我堂堂影后被人攻击演技场 沐浴风没毛病吧 我是十八线演员 还有多亏沐总给我介绍的经纪人呢 苏佳 是吧 天天带我沉热度 搞绯闻 不过你放心啊 我已经换经纪人了 我换了米兰姐一年 一年时间我保证登上影后宝座 口气倒是不行 不知道你的实力 配不配得上你的豪言壮语 那是什么 糟了 别动 别动 你是我的合法妻子 你的东西是我们的共同财产 我为什么 你这什么万里 我还不能有隐私了 不能 我救了沐浴风的爷爷 爷爷让我一定当回家的孙时辈 我很开心 沐浴风可是我的男神 天天你一定要抱我幸福 对不起 你看你看 别读出来的情 嗯 喂 米兰姐 又有啥事 我刚听人说 颜承怡明天要召开发布会 是关于你的 他可能要鱼死网破 什么 正儿 你跟颜承怡之间到底 发生什么了 他到底想要干嘛 他刚刚找到我公寓了 我们两个彻底说交 他大概是知道 从我这儿骗不到钱 所以就想把我搞臭 随便 把沐浴风也拉下去 正儿你跟我说实话 你们俩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关系 他手里面会不会有你的裸照之类的 2023年4月 颜承怡过来找我想碰 但是被我拒绝了 我只是想把第一次给我最爱的 可惜永远都等不到 绝对没有 姐姐 我手里有严承怡骚扰我 但是被我拒绝的监控录像 好 那你赶快把视频发给我 我现在就给营销号发过去 铺天盖地的宣传 咱们先发指 对了 明天的新闻发布会 你最好带着沐浴风一起 你口碑不好 说的话别人可能不相信 但是只要带着沐浴风 一切都不是问题 诚意哥 你真的打算明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承认你在真田 头气还没过的时候就去找了田真儿 那你宠气的人设不就崩塌了吧 我被那个女人算起了 昨天晚上我去找她的时候 她录了视频 我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现在可能已经没发到网上了 不是可能 是已经发了 而且 现在全是对你的声讨 正儿 你忘了我在这里陪你的日子了吗 我从来没有爱过真田 年诚意就是车头 我就是一个老年渣的头 我批个人批个人 我批个人批个人 我批个人 我批个人 这 这 这电话呀 承议哥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破许的关键 是沐浴峰 沐浴峰 沐浴峰是田真儿的老公 那他肯定是帮着田真儿的呀 沐浴峰一定会帮我的 承议哥 你别卖关子了 这 沐浴峰他 为什么会帮你呀 我问你 沐浴峰喜欢田真儿吗 他肯定是不喜欢的呀 要不然的话 这田真儿 怎么可能一哭二闹三上掉了 那就对了 别看沐浴峰这两天 对田真儿是上心了点 但据我的了解 他只是互断 他在外人面前 表现出他像田真儿 并不代表 他真的喜欢田真儿 所以呢 沐浴峰为什么选择隐婚 我听说 不仅仅是国内的女明星 甚至很多国外的 跟他合作过的女性 合作伙伴 都对他是赞赏影响 而他黄金单身汉的形象 在牧师集团 一直是不可获取的一步 所以他一定不会 在公共场合承认 田真儿是我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要在大众面前 让田真儿 成为一个骗子的形象 所以他以后 做的任何事情 说的任何话 都不会有人相信 田真儿 明天 明天的新闻发布会 田真儿 我要让你身败命令 当你发现 你跟你好老公 被刺的时候 你会实际 死女人 赶紧去死邦 日记我看完了 所以 你还爱我吗 所以你现在 还爱我吗 重回一世 能让严成一 申败命令 是我唯一的愿望 我不能奢求更多了 况且 他爱的是田真儿 不是真天 穆先生 人是会变的 就算我之前在爱你 但是你已经伤了我 这么多次 我早就伤痕累累了 所以 我现在不爱你了 我之前以为你是个拜金女 你知道的 爱慕我的钱财 想接近我的女人太多了 我一眼就能看穿她们 所以 外界一直盛穿 我不见女色 而且 你救了我爷爷 获得我爷爷的好感 给我爷爷施加压力 让我娶你 你不觉得怎么看 怎么像 短剧小说 新鸡女的做法 穆先生 你是在替自己辩解吗 我没有在替自己辩解 我只是告诉你 我为什么这么做 那不还是辩解吗 所以 我再问你一句 你还爱我吗 不爱我 我允许你重新爱上 我允许你重新爱上 这男人是什么闹回路 穆先生 我觉得你可能误会了 一个女人对男人失望 就代表 她对这个男人彻底放弃了 所以 所以 你还是想跟我离婚 跟严成义在一起 怎么可能 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再跟严成义在一起了 明天的新闻发布会 你最好带着穆玉丰一起 你口碑不好 说的话别人可能不相信 但是只要带着穆玉丰 一切都不是问题 穆玉丰 喂 穆总 穆士集团在海外的业务 忽然遭受了商业聚集 马上被击 立刻走 怎么了 穆士集团在海外的业务 遭受到了商业聚集 我得马上出国处理一下 严重吗 严重的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要损失数十一 你等我 我最多三天就回来 哦 哦对 你刚才喊我 什么事 你刚才喊我 什么事 哦 没什么 你好好处理 穆士集团的危机吧 我的仇 终究要自己报 怎么能再把穆玉丰 拉下室 我刚刚就是在想 我好像是一个 特别不幸的人 靠近我的人 都会变得不幸福 你这个女人 又在说莫名其妙的话 首先 我这个人不信命 其次 如果真的有命这种 我也会逆天赶命 想搪送我 下次换个好点礼 喂 米兰姐 你是不是发烧了呀 姐 你来了 我不是帮你权衡过利弊了吗 你为什么不告诉穆玉丰呢 她如果不去现场 会很难办的 姐啊 她公司正在面临 重来危机 我怎么能那么自私 让她放下公司业务 去陪我手撕个渣男啊 没想到 你也是善良的 让人心疼 就像真天一样 米兰姐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灵魂吗 你相信 一个人的灵魂 能在别人的身体里吗 正儿 我现在 确实有点相信了 还有八个小时 就要开发布会了 您一会儿 打算怎么办 当然是去发布会现场 手撕扎男 放心吧 姐 我一定会让 严诚意颜面扫地 还真田一个工档 牟总 需要毯子吗 不用 阿泽 还有多久时间 马上就起飞 您需要在飞机上 待十四个小时 手机怎么坏了 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胡适发生 牟总 你就好好休息吧 好 团队 在飞机上 在飞机上 两个小时 一样 天地 天地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 是想对昨天晚上 网上发布的那一则视频 以及大家对我 无端的指控 进行一个澄清 所以我特意请来了 田真二小姐的好友 李柔二女士 帮我做这 李柔姐 李柔姐 稍等一 很抱歉 我现在这个时候 占有公共资 但谁办 我必须站出来 诸位 作为真二的闺蜜 这次 我不得不仗义之言 真二平时 比较喜欢增热度 但是这次 他是毫无底线的造谣 我希望他能看到 并且及时的悬崖乐吗 两位的意思是 田小姐在造谣吗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是 这是事实 阎影帝 阎影帝 田小姐真的在造谣吗 我本来什么都不行 我甚至可以背负 所有的骂 但是我绝对不允许 在这个时候 还有在背后 说田田的脊梁谷 所以我必须站住 就这个 袁承一 田小姐 你都别再曾增田热度了 真田要是勇在天之灵 早就守死你巴的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把你们的真面目攻之 杀你 绿场 急了 天真啊 绿场你说谁啊 谁急了 我就说谁了 听这样的消息 我知道你 同时我也知道 我今天说的话 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是为了 我必须说 各位媒体朋友们 对不起 我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 都会犯的错 各位媒体朋友们 对不起 我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 都会犯的错 他犯了什么错 果然 这严承一的宠妻人设 都是假的 这真田才死几天 就塌房了 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你们为什么 这么快就站开这样了 想想他之前什么扶评 看颜影帝怎么说吧 等我把他说完 之前我和田正儿小姐 在拍戏的时候 他主动找到我 并向我倾诉他的扶评 我是一个同情心 狠犯了 于是我就给了 真儿小姐几全安慰 谁知道田正儿小姐 把这种安慰 竟然当成了爱 并且在这争 对我产生了 大大的追求 我当时就已经 明确地拒绝了 但是他在我面前 掉下了眼泪 我是一个特别 见不得女人哭的人 最终还是信任 给了他一个拥抱 可恰恰就是因为 那个拥抱 让我成为了 对不起 开始 这点 对不起 对不起 在这里 当时 我也对在座的各位 所有人倒下 不好意思 好深情啊 我都快融化了 严成义 你不要避重就轻 你昨晚 三更半夜 跑到我的公寓里 骚扰我 在我明确告知 我和我的老公 感情很好的基础上 继续对我死成烂谱 视频都已经公布了 你还有什么 可以狡辩的 竟然 那个视频里 到底有多少 捏造的成分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承认 那个视频造假数评 真的很高 但假的就是假的 假的 怎么会是假的呢 那天我去了你的公寓不假 甚至情绪失控 跟你动了手也不假 但是我是请你去 不要骚扰我 而你咄咄逼人 甚至扬言 你要离我于 身败凝劣之地 这什么意思啊 我可以理解为 视频的内容是真的 而音频的内容是 田小姐造假配上去的吗 田小姐回答一下 回答一下 原始视频就在我的手里 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 送到权威鉴定机构 鉴定一下 就知道真假了 严成义 我不知道你在负与顽抗什么 什么原始屁 回去找黑客 电脑里的始屁 都坏了 你现在去送钱 全世界都不知道 你是个骗子 严成天 这就是你的底牌吗 我非常烦 发现田真儿小姐 送我一个公寓 田小姐 怎么不说话了 我看阎影帝 才是真正的汹涌成竹 回答了一下田小姐 对呀 严成义说的是真的吗 你们看吧 田真儿不说话了 这不就证明 他刚才在虚张声势吗 真儿 怎么了 视频被严成义掉了 你怎么知道 那现在怎么办 整天 一定要沉住气 没有读心书 可以占严成义的 你拦紧 我能用 严成义 你不要以为 让黑客黑进我的电脑 把视频替换了 你就能逆风翻吧 严成义找人 把视频调包了吗 真的假的 真儿 你现在是在造谣污蔑 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作为你的好闺蜜 我实在是不想再看你 你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刚才当众红绿乘 你死定了 知道调包这件事的 只有我 李戎二 还有那个黑客 没空 那是他们俩当中的 当中的一刻 包给卖了 你把黑客的事情 告诉田真儿了 阎尹弟 亏你还是影帝 你看不出来吗 他这是在炸我们 他这么淡定 肯定就是误打误撞才对 你认不认识一个 叫梅孔明 我们报警 让警察去查一下 这个人的电脑操作记录 要不要我现在去报警 让警察去查一下 这个人的电脑操作记录 你也别寄希望于删除记录 他现在对电脑的一切操作 都可以形成证据令 而且 你以为王警是吃酥的吗 任何记录都可以被还原 田真儿说的有鼻子有眼 是不是真的 如果严诚意真的做了这件事的话 可能会进去蹲耗子 真定 即使警察去调查 也只能查出 入侵了他的电脑 我可以用别的原因解释 那个视频 神仙都没办法恢复 我现在只要咬死 他说谎诚信 他就没办法翻身了 倒不算太蠢 不然前世我被他迷得五名三道 岂不是显得我更蠢 正儿小姐说的真是活灵风景 我差点都信不真 但是假的就是假 你犯了个大错 在你批的视频里面 你口口声声叫沐一峰老公 对不对 这就是最大的破绽 沐一峰没有结婚 我昨天看了爆料的视频 找民政局的朋友核实了一下 即使结婚 高高在上的沐一峰 怎么看得上前真儿 太假了 刚才我差一点就信了田真儿的贺 但是沐一峰绝对不会宣布结婚的 不然也不会和我签保密协议 前真儿 你和沐一峰只是在家里摆了酒席 并没有理解婚证 而且沐家既然选择隐婚 是更不会给你作证的 当知道你名声臭了之后 肯定是急于跟你撇清关系的 所以你死定了 你以为这样就拿捏住了吗 不然呢 难道你还有什么翻盘的手段呢 田 真 小姐 一群人在这欺负我太太 当我脾气很好吗 一群人在这欺负我太太 当我脾气很好吗 沐一峰怎么来了 等一下 他说他有老婆 难道那个视频是真的 田真确实是沐一峰的老婆 这么说那个视频是真的了 严诚意在撒谎 他是为了田真而来的吗 居然真的是沐一峰 难道严诚意说的全是假的 田真说的都是真的 沐一峰是被鬼附身了吗 干出这么不理智的事 他不是出国了吗 不知道 抱歉 我来晚了 你怎么来了 牧师集团的危机你不处理了 起失忆的风险 区区一个牧师集团 哪有你重要 区区牧师集团 哪有你重要 你们都好奇我 我为什么会来 有人欺负我老婆 我当然会来 穆先生 既然田真小姐是您的太太 为什么之前您不给她资源支持呢 穆先生 如果你真的爱自己的太太 为什么之前选择了隐婚 穆一峰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你根本就不爱田真 不然田真为什么之前三番五四的跟你让五婚 别碰我 穆一峰 你们两个安安稳稳的隐婚不好吗 你知不知道你把你结婚的消息公之于众的话 会对你的事业造成多大的影响 你这个疯子 老婆 你根本不爱田真 你根本不爱田真 你一定是在做戏给我看 对不对 我一份一份 这么多人的 我一份 你跟他一起 你必须 我一份 我一份 永远 天真确实是穆玉芳的老婆 这么说那视频是真的了 严诚意在撒谎 燕燕弟 你口口声声说爱真天 却在真天尸骨未寒的时候 就来我家骚扰我 我需要你一个道歉 给死去的真田道歉 给所有你欺骗过的观众道歉 我需要你们的道歉 给死去的真田道歉 给所有你欺骗过的观众道歉 我觉得我老婆说的有道理 你们觉得呢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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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诚念 虽然我不能失败 我们的记忆只有七天 这个风波过去 你照样是影殿 对不起 我承认我错了 我在和田田交往的时候 对真儿小姐产生了一种 不该有的感情 虽然是真儿小姐主动给我释放的信号 我误以为她的家庭生活非常的不幸 我不解释了 错了就是错了 没什么好角度 对于喜欢我的隐秘朋友们 我表示最诚恳的欠 作为偶像 我给你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表算 抱歉 对于田田的隐秘朋友们 我更要表示最诚恳 我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 因为我的所作所为 导致田田的九泉之下都 我为我的所作所为 我现在恨不得我立马就去死 我也相信九泉之下 陪田田 抱歉 抱歉 颜承夜 那你就去死吧 抱歉 颜承夜 那你就去死吧 我归用田田的遗产 成立真田基金会 我想帮助那些 帮助那些陷入苦难的人 此时最懦弱的行为 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赎罪 我想要田田的爱 撒在整个人间 谢谢 你到现在还要 苍真田的热度 如果真田能够复生 听到你这番 令人作呕的言论 只会说一句话 别在我坟前哭 葬了我轮回的路 对不起 颜承夜现在拼命示弱 如果我们再咄咄逼人的话 恐怕会扭转于乱 他现在已经成了 过节老师 不如我们之后 再去找他 破坏真田的证据 都可惜了 那个处心机队 想要杀我的人 还在现场 听他的意思 还迫不及待地 要开始 再次下手了 我还没有彻底 给自己伸冤 我还不能死 再次下手了 我还没有彻底 给自己伸冤 我还不能死 怎么了 走吧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出国了吗 上飞机前 一直心神不宁的 就找人借了个手机 发现颜承夜正在开新闻发布会 我觉得你需要帮助 就来了 那牧师集团的海外业务怎么办 我给那帮人那么高的薪资 什么事都让我这个老板出马 养他们干嘛 再说了 钱没了可以再赚 老婆没了 赚钱干嘛 我会补偿你的 你拿什么补偿 补偿的意思 是偿还人情 而我 要让你一直欠着我 真要说补偿的话 这也算是我对你 只想要补偿 行了行了 阿泽 背车 是 蓁儿 等一下 蓁儿 我有点事情想问你 能不能给我挪出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在上次的咖啡厅 你先回去吧 我跟米莲姐说点私事 放心吧 一会儿就回去了 早去早回啊 我们走吧 米莲姐 坐呀 蓁儿 我 请慢用 姐 你怎么了 蓁儿 我相信了 米莲姐 你相信这个世界有灵魂吗 你相信 一个人的灵魂 能在别人的身体里 别在我坟前空 脏了我轮回的路 米莲姐 这句台词好重要 好羞耻啊 人死如灯灭 哪有什么轮回 如果我遇到了渣男 我就把这句话送给他 别再让我坟前哭 脏了我轮回的路 米莲姐 你相信什么了 蓁儿 我现在相信 你的身体里面住的是真田的灵魂了 米莲姐 我好后悔 你早就跟我提醒过 颜承宜她不是好人 是我太傻了 是你太善良了 颜承宜她就是匹恶狼 虽然今天你出了口恶气 但是颜承宜杀害你的证据还没有找到 对于杀害你这件事情她做得非常紧实 我在调查的时候 发现 有一股隐藏的力量 在帮她掩盖事实 只有她亲口承认杀人我们才能立案 才能让警方调查 她口风太严了 我知道了她好几次想要录音录像 可是她都受苦入瓶的 我倒是发现一件事情 可能会有转机 在你死后 颜承宜就去请了几宗佛像 天天在家求身拜佛 她现在最好的就是疑神疑鬼 最怕她心如铁石什么都不怕 米莲姐 你的意思是 我们创造一个环境 让她心理防线最低的时候崩溃 然后坦白一切 嗯 现在就有这个机会 现在 这个综艺邀请了你和颜承议 我已经帮你报名了 勇闯鬼屋 真人恐怖游戏 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在其中吓吓她 恐怖游戏的话 哎 哎 我觉得你这个计划很不错 但到时候 就要看你的眼睛了 米兰姐 你最不用担心的就是这个 毕竟啊 我可是影后呢 喂 李总 诚意 我没办法了 公司笔就和你解约 违约金是一个亿 李总 你听我解释 李总 喂 刘导 陈逸 你现在的公众形象 已经不适合做我们的品牌代言人了 刘导 你听我解释 刘导 刘导 喂 如果一个月之内收不到你的违约金 我们就法庭商件吧 喂 先生 请问您需要办理贷款业务吗 滚 你们这帮采高棚弟 接锋师座的小人 我还没有输 谁让你喝了 严诚意 你有病了 闭嘴 沐云峰看不上我 本来说帮上严诚意的 我喜欢上 严诚意哥 王导电话 不用接了 肯定也是跟我聊 让我取消上他的综艺 王导在这个圈子里面人脉很广大 不计不太好吧 王导 是不是让我取消 上庸闯鬼屋这个综艺 没有啊 我这不要求你吗 什么 后天开始录制啊 好的 我后天一定准时到 没想到王导立排综艺 还是让我上这个综艺啊 这档综艺就是让观众看到明星的真实状态 好多过期的明星都是靠这个方红的 严诚意哥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说 听说这个节目田真儿也会去 我一定要给他使劲半字 被人唾弃 本来 庸闯鬼屋节目组 绝对不会让严诚意去了 你让我刷脸保下他 我能问一句为什么 我要让他在这档节目里 彻底身败名利 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关于你一直笃定 真田是被严诚意害死的 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就好像你亲眼看到了一样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呀 我如果说 我是真田 你信吗 你还是想说 这几天你性情大变 是被真田的灵魂附体了 没错呀 就是这样 田真儿 如果你想通过这种方式 引起我的注意 那恭喜你 你成功 如果你告诉我 你不是田真儿 而是别人 不想履行做太太的义务 那我劝你死了这条心 虽然这样 但我还是决定帮你 谢谢你啊 木一方 口头上的谢不值一提 要谢 就拿出点行动 比如 你你 你干什么 木一方 我跟你说 我不是 我是 但我们两个的感情 还没到那个地步 别动 你都有白头发了 如果让别人看到 还以为你在木家 遭受什么样的虐待 你说吧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 跟我约会 就是那个 人太多了 要不然 咱们算了吧 喂 阿泽 把 欢乐世界给我买下来 走吧 走 你没事吧 你所谓的约会 就是看电影啊 对啊 这不就是小情侣约会 去的地方吗 你别告诉我 你没来电影院 看过电影 约会 看电影 我能理解 但是你为什么 要选恐怖片呢 我要上 勇闯鬼屋 那个节目了 我来练练他 嘘 来手 温一风 别告诉我 你怕鬼 怎么可能 这种神神鬼鬼的东西 都是假的 幼稚 什么鬼 都跟你说了 鬼片鬼片 肯定有鬼啊 不对啊 天真 我记得你自己 在公寓 看鬼片的时候 都被吓晕了 现在怎么 面不改色了 原本的田真 这么胆小 用他身体越久 传绑越多 因为我见识过 这个世界上 比鬼更可怕的东西 可怕的不是鬼 是人 你 是不是经历过 什么不好的事啊 太太 牧总他在大学期间 有一段 阿泽 你先出去吧 好 都会过去的 向前看 牧总 您大学期间的那件事情 还没忘呢 阿泽 我做错了吗 我只是您的助手 不敢妄言 只要您对待那位 大学同学 跟对待其他女人 一个态度 我相信他在九泉之下 应该不会再怨你了 赵樱焖的作品 我们估计 这一期的 有床的主族 同学 特别是 敌人 现在的年轻人啊,压力实在是太大了,难免产生一些压抑的情绪,不过,通过一些刺激的活动,可以让这些压力得到释放,这也是我们这一档节目的宗旨。 不过,经过前面几期,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质量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可是精心策划,超超超超恐怖的哟! 秦承意,还我命来。 秦承意,还我命。 秦承,拍脑神,你很久了! 快拍! 你口口声声说我害死了真田,你信不信我可以去报警告你,告你造谣诽谤! 你笑什么! 秦承意,你不是问我怎么知道你是杀害真田的凶手吗?因为真田就在我体内。 秦承意,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魂吗? 可怕的不是鬼,是人。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的良心一辈子别想得到爱你了! 陆雪,你别冲动! 你别过来! 那你和我在一起?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就算你自杀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的! 陆雪,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的良心一辈子别想得到爱你了! 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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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我没想到你反应那么大,都在电影院里晕倒了,我让爱泽送你回来的。 我来吧! 我帮你擦擦汗。 陆雪,我多问一句啊,你之前是不是经历过什么不好的事啊? 因为陈天就在我体内,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魂吗? 不是,这,陈震儿怎么要按照原定的来啊? 他说这些疑神疑鬼的话,可以吗? 这节目能播吗? 陆雪集团刚才来电话,说陆雪集团今天干什么,咱们都得完全配合。 陆雪集团是咱们的大金主,还是他们说了,今天节目播不了,他们担着。 行吧,反正这节目也是录播,实在不行,到时候把这点掐了。 陈震儿这几天好像神婆,神神道道。 在真田丧礼上,我就感觉他神经兮兮的,不会真被鬼附身了吧? 小点声,他可是沐玉峰的小娇妻,要是让沐玉峰听见了,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陈震儿,别人都怕沐玉峰我不怕,别想把十本子往我身上扣。 当真不怕。 当真不怕。 看来沐玉峰真的很宠他的小娇妻,他可从来不会参加综艺的。 听说这次节目的赞助商就是牧师集团,沐玉峰也要参加这个节目吗? 我大老远就听见有人说我老婆是个神婆,神神叨叨的。 严承意,你刚才说你不怕我,我再问你,你怕我吗? 最近压力太大了,刚才是口不择眼。 莫总裁,别生气。 我生不生气,是由我老婆决定。 请坐下吧,比影响节目进度。 您来了。 来了来了,这边这边。 你们不是不相信我被镇田附体了吗?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奇迹。 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见证一个奇迹。 这张牌桌上,是去掉大小王的扑克牌。 四种花色各十三张。 下面,我叫一个嘉宾来洗牌。 今年是龙年,那就在四十秒之内,给大家洗这条龙出来吧。 老婆,麻烦把我和苗表放到同一个画面里,谢谢。 四十秒之内,把一幅全部打乱的牌按照花色配好,这不可能有人做到,我不信。 是啊,真能做到的话,那就是神迹了。 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行为,这场节目从直播改成录博。 颜真儿,这是沐浴峰,也怕你出手吧。 牧师集团是本次节目的赞助商,有权力决定节目。 沐浴峰,如果你有意见的话,也可以发现。 行。 这里是黑桃的A到K。 这里是黑桃的A到K。 这是梅花的A到K。 这是方片的A到K。 洗牌洗得快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们是来参加节目的,要不是来看你洗牌的? 知道我为什么把苗表放在这儿吗? 除了记事之外,还要让你们记住,此时此刻。 现在,是不是,二四年。 二月九日,九点十三分。 三十八秒。 神迹,真是神迹啊。 难不成是真田的灵魂在帮他? 这些新闻发到网上,一定会大爆策爆。 对,对,对,对。 这些混娱乐圈的人都很迷信,你刚刚已经震慑了他们,他们显然已经开始信了。 你看,阎晨已经开始冒汗了。 那,好戏开始。 刚刚只是开胃菜,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本事。 下面,才正式开始。 老祖宗传下很多占卜。 下面我就用占卜之术,询问一些问题。 怎么问也很简单。 我点人三注箱,诚心发文,然后蒙住眼睛。 从这对汉字里,按照上天的指引捡几指条,就是问题的答案。 是不是,就是类似传说中的,问你,稍微假,施草占卜。 差不多,不过更简单,别更准确。 结果一幕了然。 栗子诚心发文,影后蒸田的死,是意外,还是踏实? 田芝儿,你够了! 官方已经认定,蒸田的死是车祸意外。 你为什么还要一直栽造陷害我? 今天更是当着大庭广众的面,引发舆论是不是? 你真以为我不敢告你吗? 盐影帝你尽管告,我牧师集团百人金牌律师团队,正愁没有用武之地。 你看到桌子上那些字了吗?有几百张,我就不信他能一下拿到。 一会儿要是闹乌龙,你让他公开向你道歉。 真田是我已故的妻子,对于拿我妻子蹭热度的行为,我表示强烈的谴责。 莫总,您可以通过您的势力压我,但是你永远压不住功力和人心。 那你想怎么办? 很简单,如果一会儿发现是乌龙的话,我要他郑重地向你道歉,并且是在公共媒体的面前,承认是他陷害和诽谤我。 可以。 可以,还有,我要检查这些字,没问题。 既然严先生没有疑问,那我就继续了。 弟子田真儿诚心发问,影后真田的死,是亿万,还是他傻? 我刚刚问的是真田的死,是亿万,还是他傻? 各位,请看吧。 神的命,神的命! 他傻! 真田的死竟然不是意外,而是谋杀。 惊天大瓜,惊天大瓜,娱乐圈有大意外了。 岂止是娱乐圈? 以真田的影响力,如果真是他杀,在全国都是重大案件。 啊,难道真的是真田的鬼魂? 怪不得我觉得他这两天不对劲,真的是鬼上山。 诚意,诚意怎么办啊? 真田过来找我们索命了,怎么办啊? 闭嘴,别遵了,正巧。 精彩,精彩,精彩,精彩。 这枚小刀真儿小姐误打误撞,竟然真的抓到了两个最难的屁股子。 我还以为是其他什么狗屁子语。 还在负语我口,严成义,你心理素质确实好。 这可不是误打误撞,再来一次,还是赢了。 好啊,那就再来一次,让大家好好的再看一看。 真儿小姐的戏法。 好,那就再来一次。 特写,特写,特写,一号机给特写,给特写。 快,他每个动作都要重新来过了,每个动作都不要给我错过。 栗子田真儿,诚信凡,有后真田的死是自杀还是他杀? 是他杀?还是他杀? 他杀? 应该不用再试了吧,我说了,这不是误打误撞,是上天的民事。 如果真田是被谋杀的话,那最大的凶手…… 没听说过吗?谋杀百分之八十发生在熟人之间,真田没有亲人,最近的亲人那不就是…… 真儿,这次我认识了,这个节目不录了,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出国,我再也不可回来了。 小傻瓜,你想多了,哪儿还有什么以后? 小傻瓜,你想多了,哪儿还有什么以后啊? 你,你怎么知道真田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的? 是你,你故兄杀我? 我那么爱你 是你,你故兄杀我,我那么爱你 你的爱对我不重要,你的遗产对我很重要 你的爱对我不重要,你的武艺遗产对我很重要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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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滚 滚,滚 哎,加大银亮,怎么什么都听不到了?加大银亮,他们刚才说什么了? 估计颜承义的收鱼车被刚才掉了,实在是离得又远,声音又小,实在是受不到了吧? 怎么颜承义一副见鬼的表情? 你不是田真儿,你就是真田! 跪下! 严承义,我对你那么讨心投肥,却换了你的无情艰难 好在上天看我太可怜了,让我以田真儿的身份重生了 严承义,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把你伪君子的礼,共住于世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严承义,我从地狱回来,锁你命了 严承义,都说我给你写下,我求求你原谅我 有声音了,快快快 你为了五个亿的遗产,就吼同李戎二谋杀我 严承义,你怎么想的? 严承义,我不是故意杀你的,你原谅我,我真的不是故意杀你的,我求求你原谅我 快,快录下来爆炸性新闻,赶快喊记者,喊记者 嗯,再叫警察,叫警察 警头推上去,推上去,推上去 我在你眼里就只值五个亿吗? 严承义,其实以我对你的爱,只要你一开口,五个亿的遗产我可以全部都给你 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你的眼里只有阴谋算计 你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计得失的人 严承义,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永远高高在上的语气 你知道他们叫我什么吗?他们在背地里都叫我凤凰的 他们在表面上喊我影帝,背地里都瞧不起我 跟你在一起,大家都在说我吃你的软饭 所以你再一天就压我一头,你再一天就压我一头 所以你必须死,必须死 你错了,你好歹有父母,有健康的童年 我无父无母,在孤儿院长大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打拼得来的 没有人比我更懂底层的不义了 我从第一眼见你就喜欢,因为我觉得你很像曾经的我,所以我想帮你 因为我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你撑一把伞 可是你呢?因为你淋过雨,所以想全天下的人跟你一起淋雨 这是我错了,我错得彻彻底底 我七手,杀了最爱我的人 严臣义李戎二,你们涉嫌伤害隐后甄田,请跟我回去接受调查,带走 我没有,我是被淋枉的,放了我 他们是铁证,加上牧师集团的律师团队,相信这个案件一定会解开 你放心 但是 你是谁 我 他不会是真的被正天的鬼魂附身了吧 是啊,严称义都被吓风了,那我们以后叫他田真儿 还是真田啊 感觉身上毛毛的 诸位 其实 我是真田的好闺蜜 我亲眼看到严承义杀害了真田 但是又没有其他人症 所以 只好以自己的方法替他伸冤了 但是 你刚刚展现的这些神乎奇迹的技能是 哦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魔术手段罢了 这个秒表的界面其实是一个特制APP 不管我什么时候按下 都会停在三十八秒一一 至于能洗出四条笼 那是因为这个桌子是特制的 只要我把牌往下扣的时候 桌子的暗格就会被弹开 洗好的牌 就会和我手里的牌对话 我做这个表演 只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有超能力 甚至 可能是被鬼附伤了 但是 在几百张写了字的尺中 是如何精准找到他杀两个字呢 但是 在几百张写了字的尺中 是如何精准找到他杀两个字呢 这个就更容易了 摄像机 靠近些 这个写着他杀字样的纸条 一直被魔术锅和魔术线 藏在我的袖口里 只要触发机关 刚刚扔纸条的时候 我只是从空中随便抓了两张 然后 取蒙在眼上的黑布的时候 顺手把那两张纸条也扔了 再甩手 事先准备好的两张纸条 就出现在手里 再来一百次也是这样的 收穿了之后 不知一提了 哼 太好了田田 颜程仪的丑事公之于众了 这下 你的丑你的怨 也就该消散了吧 嗯 真田呢 已经是过去式了 从今天以后 你要以新的身份 漂漂亮亮的活下去 我相信 我相信不出两年 你一定能够再一次摘下赢后的桂冠 就这么少了 你在哪里 虽然看你 我看你 都要不要担心 老大 你没有想到 纸条 你不能想到 你没有想到 我怎么想到 胜儿 你怎么了 我从今是谁